我为了我们全家 每一个人可以拿到美国的资料权 我决定 要跟美国这个官员 扮你吃结婚 1994年龙绍华与陈美凤 携手合作演夫妻 尽管只是来客串 抢镜头的程度却不输主角 这是电视剧牵手出头天 那个时候出来演电视的时候 外头已经有很多债主 在电视台门口等我要要要请 那徐进展说 找个龙绍华来演这个老公好了 落跑的老公 就跟我现况是一样 大家常说人生如戏 龙绍华的人生 真的就像八点党戏剧一般 出道42年26岁开始演 回顾一生相当坎坷 十多岁混黑道开赌场 退伍后觉得演戏红不了 只好飙汇去开酒店 却倒汇 一度欠债跑路 连房租都找不出来 在赌场赌的时候 我还占位置 所谓占位置 就是我已经打了三天三夜 受不了了 又要回家去睡一下 可是我就舍不得 把我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去赌 所以说请内场的人 帮我垫脚 赌我的 你帮我赌这样 等我睡醒再来 而龙绍华的昔日经纪人 谈到龙绍华的过往 改变相当大 因为他过去年轻的时候 赚钱不容易 因为那时候 酬劳也没有那么高 然后他又投资酒店 那个时候投资了一些生意 那因为自己拍戏忙 又没有办法亲身去雇那些店 所以那些店就倒了 倒了之后 那当然那些的这些债务 你就要自己来负责吗 龙绍华一路走来 就算跌跌撞撞 最后还是闯出知名度成功翻身 累积无数作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些债务也要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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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